Hello 大家好 我是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分享另一款好喝的鱼汤给大家 那就是鲸鱼豆腐汤 这款汤煮出来是淡淡的奶白色 汤水非常鲜甜 而且这鲸鱼豆腐汤具有健脾 去湿 沥水和补虚的功效 是一款非常有营养的汤水 很适合现在的季节煮来喝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里有一条鲸鱼 一专豆腐 一碗菇 一些姜片 葱段 葱花和香菜 调味料方面有米酒两汤匙 适量的糖 盐和胡椒粉 我们把鱼洗干净后 在鱼身上两边像这样子各画几刀 把豆腐切成一块块备用 现在烧热少许油 将鱼放进去 用中小火慢慢煎 当一面煎黄了 我们就再反另一面继续把它煎黄煎香 在煎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把姜片和葱段也放进去煎一回 接着再把米酒也倒进去 劈一劈一劈于腥味 然后再倒入1-1.5公升的热水进去煎 煎大约10分钟左右 10分钟后我们再加入菇 还有豆腐 把它们加进去一起煎 煎大约5分钟左右 最后我们加入少许盐 糖 和胡椒粉 调一调味 这汤就差不多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香菜和葱花铺在锅底 再把刚煮好的汤倒进去 这样一锅鲜甜好喝的鲸鱼豆腐汤就做好了 这鱼汤真的是非常鲜甜香浓 做法也非常简单 就算你不太懂任何厨艺 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出同样好喝的这豆腐鱼汤 是零失败的 有机会也做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内容的话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